那各位好 那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一款韓國的大作 叫做A3 Still Alive 那這一款遊戲呢 我目前玩起來的話呢 其實說實在講 它跟以前的那種黑色沙漠 百魂 這一些遊戲說實在講 都有一點類似這樣子 甚至天堂2 天堂2 那它裡面其實有一點我覺得 它的畫質啊 我個人感覺真的是 做得還不錯 還不錯 有一些你這樣可以拉近 稍微這應該其他的那個 稍等我一下 我個人是覺得還不錯 然後整體那種感覺 整體那種感覺 你看他的年紀還會黑 那我們直接切入重點來講 我這個五十一集的一個心得分享 一開始你也不用 不用想什麼 你就跟著 各位看到左上角這一個藍色的 有沒有看到一個 那個 一個圓圈圈逆石中在跑 它就是 這個藍色的就是主線任務 下面以下的這一些東西是 支線任務 支線任務 那因為綠色的支線任務這個一天有十次的扣打 那我今天已經打完了 那如果你要繼續再打的話你就要花200鑽 藍鑽 或者是這個 它有一個卷軸 那這個卷軸得來不易 主線任務就 藍色 因為目前我這個藍色有點卡關 因為它 每到一個 有一個藍色的階級 它就會出一隻BOSS 所以你就要去提升一些等級 才能來通關 它不是隨隨便便就可以讓你通關 其實是有一個藍色的 那 也講一些重點 讓各位就是去了解到說 你進到這個畫面來你要注意什麼 這是任務 再來就是 這個就是你的 個人資料 個人資料 我們就看這任務 再來紅色這個 點一下 有紅色點你就要記得去 去按去領 因為它就是可能會給你一些獎勵啦 什麼之類的 那第二個這個是組隊 這個是開紅 因為開紅我目前還沒開過 因為我覺得 剛完其實開紅沒什麼意義 再來我們看到左邊下面這邊 有一排留言的這個 我們可以看按下 這邊 它這個就是自動戰鬥的意思 你比如說走到一個 定點 各位看到地圖喔 地圖怎麼按 各位看到右上角有一個像坐標的 那一個很難按喔 你要稍微按一下 輕按 它就會跳出這個地圖 這個是地圖 然後你就 比如說走到你想要打的那個區塊 亦或者是各位看到你不用打開地圖 你可以看到你的人物的稍微偏左的一個 有一個類似像隱形的地圖 它這邊就可以有一個指引 你就稍微看一下 你就稍微看一下你的方向在哪裡 你的方向在哪裡 那 這一個 這個就回家嘛 還有拱門 我只知道用前面這兩個啦 但是因為那個我很少用喔 因為那個好像要消耗那個捲軸 所以其實說實在講我都是用軸 我都是用軸的 那接下來這個水就不用講了齁 水應該大家知道齁 如果玩過那個 呃 黑沙系列的齁 那你如果要換藥水的話 長按往上拉 然後它就會 它就會這樣子 這一個是寵物的齁 這個是寵物的藥水 那注意喔 如果你買100瓶 他就會全部都顯示100瓶 這個應該大概都知道 也就是說如果你想要在本尊喝水的話 那就是消耗99 然後如果你讓寵物喝水的話也是消耗99 他是同時計算的 那再來我們稍微看一下你每天上線必須要做什麼 我們看到右上角有三條槓的這一個進來之後 這一個 這一個就是你的技能表 你的技能表看你要安裝什麼 目前我是安裝這一些因為我是玩法師 那這個就是升級的 他會有那個寶石 會有那個寶石 那這個是被動技能 兩個都要給他升好升 我是平均啦 我是大概平均 那這邊有這一個技能可以讓你看 這邊有技能可以讓你看 你就可以點進來看 看你要用哪一招 那目前我是參照一個韓國的大叔 我覺得他還不錯 因為他們等級就七八十幾以上 所以前面有一些技能我是盡量先用這一些 這一個一定要 然後還有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是減少施展魔法時間 然後再來就是這一個 然後 然後再來就是下面這個火焰 這個火焰 這個是雲石 各位有看到那個魔法 他會有一個圖示 他會有一個圖示 你就大概知道說他是什麼 像這個有一個圓圈圈一顆星的 這個就暈眩 然後 一個腳 然後一個鎖鏈綁著 這個就是 阻止 怪物 行動 那如果狀態越多 當然那個魔法就越值得學 所以我會 稍微建議 我會 我會看 我會建議 那 這個是魔法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是 充 裝備 充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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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是拿 這一個 目前我是拿 這一個 那 這一個是繼承 這一個是繼承 第一個就是充裝備 第二個是繼承 第三個就是寶石的 進階 這個寶石還有進階的 還有白 白就綠綠藍藍 藍再來 上去就紫 紫再來就粉紅 然後再來 金 這樣子 以此類推 十顆 升一階 十顆 升一階 各位應該聽得懂我在講什麼 這邊就不贅述 大致上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項鍊 然後這個是香籤寶石 香籤寶石 各位可以去稍微查一下 他韓文在講什麼 像我這個是攻擊的 所有攻擊 大概可以去看一下 他寶石的能力是什麼 用Google翻譯就很簡單 然後這個可以五顆 合成一顆 五顆合成一顆 那 再來第二個 這個是實裝 實裝的部分 因為我目前還沒買 因為我覺得都很醜 所以我沒買 那各位可以看到下面實裝 他會有加所有能力值 那你就可以看說你如果喜歡哪一套的話 那你就可以去 去買 去買 然後針對你的屬性做一個調整 加強 然後這個是披風 目前這個披風 他披風好像到了一個等級 就會送你一件 他會送你一件 啊剛剛還有一個 沒講到 這個 這是你的 呃 你的武器 他可以變色 你可以變什麼 可以買齁 像我應該會買這個吧 到時候看齁 我會 增準 你看他每一個圖形不一樣 然後所加的都會不一樣 那就看你喜歡哪一種 然後再來是 這一個 這一個是 任務 就是你通關到 就是你通關到 Chapter 5 就是你 張傑武 比如說你過到 王啊 打到一些比較大的BOSS 就會通關另外一個地圖 這個有些 就要稍微看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 會以後跟你在過任務 會息息相關 因為他就是每天有十次的扣打 然後你就要去選擇 選擇你想要去通關哪一個 各位可以看到你 比如說像我比較 我目前比較缺這個 我覺得 因為這個是 還蠻難取得的 我覺得 而且 到最後那個充裝備啊 那個機率都二十幾%而已 所以是很難過的 所以要把它累積到一定的程度 然後再來充 會比較划算 那這個星星這個是寵物 這個是寵物 它還有寵物系統 那你就下一個章節 再來跟各位分享 好啦 反正就是每天有十次扣打 到時候玩 你們就知道了 然後下面這個 沒有注意 你就稍微看一下 然後這個就是 當你在 這個就是 有點像每日啊 然後 每週啊 每月啊 然後你就不知道的話 你就可以去按說 我應該是 要把這個打貨通關 或者是這個 它會提醒你 它會提醒你 那再來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一樣獎勵啦 你譬如說 過了什麼成就的話呢 它就會顯示紅點 然後你就要記得來按 然後再來 這個 怪物的 這個我也不知道要幹嘛的 到時候我要來看一下 因為它每一次你在打怪的時候 它就會給你類似這種圖騰 你就可以去按了 你就可以去按了 它就會升級 那到時候 我會稍微卡穩一下 翻譯一下 來跟各位做這個 怪物的一個圖鑑講解 那請 給我一點時間 那再 這個 這個就是稱號啦 這個是稱號 它稱號是有加能力的 你沒有看它加什麼HP啊 什麼類的 你就可以去看說你要帶哪一個 你要看哪一個 我可以看一下 我們一定要 往下 綠色的是往上穿 它紅色的是拿掉 再講一次 綠色的是往上穿 紅色的拿掉 那有一點跟我們的理解不一樣 還是就看你要用哪一格 好 然後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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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我也不知道應該是工會的吧 排名吧 這個是裝備那是裝備表 就是你目前通關你會什麼 你會拿到什麼 全部的圖鑑都在這 目前我借我拿到這個 所以你看他紫色的還有60 紫色你們有沒有看到紫色是最多的 還有一點齁 各位如果打到紫色的裝備 他要鑑定很急扯 鑑定一次都快一萬塊了 所以紫色的你看齁 目前我是拿到這個 他有到100耶 誇張 也就是說 不見得你的色階 我越往上越好 有可能你看齁你拿這個還可以比 還可以比這個 這個還高齁 各位聽得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就要去想一下去思維一下齁 不見得你拿這個 有些人想說 啊我拿紫色的 但是 他沒有注意看他下面的等級齁 他是如果是100或是90 那他就可以 突破這個齁 可以想一下齁 最重要是他的總攻擊力齁 總能量子 當然有一些人他覺得紫色比較漂亮啊 廢話 齁那你就可以稍微來這邊看一下 那 啊 啊 攻擊太多了 然後再來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 這個是寵物系統 寵物系統 啊 寵物系統 哇這 這也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因為其實說實在 你要湊到很高階的話 這個我跟你講我都沒課金齁 這個就是解任務 然後解到一定程度 他就會給你 所以你不用想不用怕 齁就按 然後上去 這樣子 比如說像 齁 這個是針對一隻角色的升級 然後你升級 然後他有兩個技能齁 升級按這個往上 然後他就可以把這些寵物把它吃掉 然後這要錢 那你就稍微看一下 齁 那 再來就是這個任務 這每天都要過的齁 這個是 這個是 齁 打怪 反正就通關了 再來就是這個團戰 就是要組隊的齁 請你們的朋友或盟去組隊 每天都要打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是爬塔 齁爬塔 齁 這個是爬塔 齁 它有相對應的獎益都還不錯 好 再來就是 打時間任務 齁 時間任務 但是我都 我就打過一次而已 齁 因為有時候 因為我工作還是要工作嘛 然後所以這個時間你就自己上來看一下 我打過晚上的 齁 打過晚上的 齁 記得齁 呃 我們跟韓國的時間我們慢韓國一個小時 我們 我們就是慢日本和韓國一個小時 也就是說他下面顯示的時間是韓國的時間 所以我們要自動扣掉一個小時 也就是 例如說 舉例這個 案例來講就是 六點半到 六點四十 齁 齁 然後這個就是工會 因為我有加入工會 所以這個是工會 那工會 齁 我再再來另外做一個章節 然後這個是 你家的好友 齁 你家的好友 你家的好友 然後這個葉子啊 有時候你可以增加他的好感度啊 然後這個葉子也是打怪的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 各位來看一下齁 你可以來 這個商城 有一些東西 跟各位稍微講一下 必一定要買的齁 這個吧 齁這個 一開始要先買齁 這個 這個一開始要先買 我已經買完了齁 我四個全部把它買齁 然後這個是寵物的 然後這個是你 你個人角色的 因為你裝備會 打太多 齁 再來就是藥水 要記得買 藥水 目前你可以買 像我這種等級 我一定 我一定喝這個的啦 好不好 然後再來這個 每天要把它買 買好買滿 這個要每天把它買好買滿 因為為什麼 這個在升技能 這個在升被動技能 好不好 還有這個 這四個啦 就把它買好買滿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就看你要不要買齁 因為他要讓 他要花費一些 這個 你那個上面一個徽章 那個徽章 其實可以買齁 因為畢竟都要升值 因為我是想說 從我到五六階以後 再來把它升值 因為我覺得這樣升值太浪費 太浪費 這個吧 這個應該是可以買 因為你到時候也是要升值 然後買一個好了 然後這個也可以買 買一個 然後再來就是這一些吧 看我稍微看一下 一到五星 你看他只有一到六星 他寵物 這個是寵物系統齁 他這個要叫你花這個齁 花鑽 你看他才能五星以上 你看你花那個上面那個徽章 他才一到四星齁 變成說你要自己去核 然後換機車 因為你自己去核 他要把那個寵物升級 升級到30 誒 四星的話要升級到40 那40也是要浪費錢 再來是這個 那個我也不知道是甚麼 你還沒買過 買一個這個好不好 買一個這個好不好 我看他在搞什麼飛機 我們來看一下 看有什麼事嗎 我都不知道這什麼 靠腰勒 靠腰勒 這什麼 我知道了 這個是飾品 那是飾品 大致上這樣 然後其實上面那全部都要花錢 要記住 像這個我們有 開到這個我們就把它按一按 因為它有增加能力 不按白不按 然後 如果你在打怪的時候 你如果想要 省電的話 比如說你在開那個 掛機的話 開掛機的話 你就會按這個 你就這樣子 它就可以節省你的那個效能 然後要開的時候 然後往右拉 或往左拉 大致上是這樣子吧 然後這是獎勵 你就有紅點 就要來看一下 看是甚麼 看是甚麼 然後把它按一按 我應該 這個遊戲至少應該會 可能會萬個一個月吧 因為我想要領到它的獎勵 那以上 這一個 50等的 A3的一個法師的一個 講解就到這裡 到這裡 那以上跟各位分享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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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